回到新闻现场带您掌握新闻场先报 今天晚上开始封面再度难移 又会有剧烈的天气变化 但是周末天气会好转 北台湾还可以看得见阳光露脸 台湾汽车客运业产业工会提出诉求 要抗议劳动权益长期被漠视 但是劳动部跟交通部却是互提皮球 让他们不排除要发起抗议 农业害虫 秋行军虫的清牌案例越来越多 农委会宣布 每天地只要发现一个例子 就会给一万元的奖金 美国跟伊朗敌对关系直逼零界点 今天访问伊朗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针对恐怕有无意见的冲突将要提出警告 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表示 美国跟德国应该要再改善国际规划税制 洗钱防治 还有因应中国经济崛起方面的挑战 来加强合作 这是今天的新闻场先报 好 来看到AI人工智慧 归为17年 演艺圈大哥成龙再发新专辑 全球记者发布会上还特地选在台湾 他也透露这张专辑 整整花了他10年来构思 因为纪念意义非常大 所以特别推出了点藏的黑胶唱片版 专辑当中除了唱出 他到出道40多年来的人生故事 还有唱给老婆林凤娇跟儿子房主名的歌 封面北移 今天中不移北的雨势会变得比较明显 详细的天气预测 带您快来关心 霹雳舞有望成为2024年巴黎奥运的比赛项目 让全球霹雳舞爱好者都非常的期待 新闻最后带您快去看看 我是刘一涵 感谢您这一集的加入 更多新闻内容 也请您持续锁定台式各节新闻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